一方水土的力量就是孕育 成长和传承的过程中 闪现出不可替代的精神特质 西风的风土 风物 风情 风貌 浓缩在传统至美的表达之中 也弥散在无处不在的水天山色中 无形却如影随形 其实一切都是西风 西风的一切也都在表达 都在发声 历史的西风给了我们西风丰富宝贵的基点 我们现在生态有良 民风淳朴 那么生态有良看 现在西风整个的森林复备率能达到60% 而且我们现在是国家级的生态保护和建设示范线 西风很美啊 你就说西风这两字 你这看嘛 这个河水啊 这是东侧 这是西侧 河水是由东向西流 物产丰富才叫西风 物产丰富啊 关键是临下资源丰富 那么这种临下资源要没有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的话 是涵养不到这个程度 得说啊 现在西风发展呢 遇到了非常重大的好的机遇 无论是从中央层面角度也好 还是从省委省政府角度 乃至我们贴领思维斯政府 因为我们西风2000年就戴上了这个平文线的帽子 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我们按照这个大力发展生命健康产业 打造生态剧 养生股健康城这个思路来实践 来推动 那么在这种重大政策利好的前提下 我们得说有了一些实质性发展 我想呢 结合西风的实际 因地制宜 一定一步一步的把它要实现出来 那么我想啊 未来的西风 一定会同全省人民一道 步入小康社会 也一定会随着小康社会的迈进 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好 比如说茅台 比如说恶交等等这些企业 我们一定让它尽快地投产打消 同时我们一定会把西风的这种发展思路 生态菌 养生股 健康城 绘制好 展现给人民来回报 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支持 充满希望是在路上 是每一寸土地都被唤醒 每一点资源都被激活 西风历史与传统留下的精神内核 在时代的变迅中 焕发新生 新生是期待 等待 是全身心的努力 是迎接收获的历程 是前行 是追赶 是弯道超车的勇气与智慧 是有坚持 有创造 有未来 知道这里为什么叫西风吗 岁出豆粮千万诞 献名不愧 约西风嘛 那我们身边的这条河呢 叫寇河 回溯到它的源头 就是兵拉山 诶 真的 在这次节目之前 我还真的没有来过西风 但是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 跟我说 西风的山有多清 水有多美 还有那一个个动人的历史故事 但是想想看 以前我对西风的印象 好像就是它不够丰饶 势单力薄吧 没错 山水土地 如果你不置身其中 好好地和它接触一下 即使你来到这儿 你也不会真正领略到 或者是理解到它的美 所以这次我就带了很多疑问 想要了解一下 真正的西风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我想问了 此时此刻 你找到了你想要的答案了吗